各位周六早,3月11号2023年 昨天呢,西股银行SVB 它爆发了财务危机 有些专家呢,说老实话就是 第一个他分析他为什么发生这个 就是他投资了,太过于专注 都放在某种的基金上面 那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有钱的话 最好分做三个 放在股票、房地产、现金这样子的 这是通则 说起来很容易啊 真正做到怎么样 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初始股啊 就是那些西股的这些 刚刚飞黄腾达的 他们收了很多钱 把这些钱放到里面 他大概有几两千亿的资产啊 他这个在美国银行 他是十六大,也不是多大 那个在整个银行界的资金来讲 是算是一个小的啊 但那个通常银行是25万 有保险,20万以上 他里面85%左右 都是比120万有多 那问题是,你是这些 这些别的公司行号 你们自己的投资人的眼光 干什么的啊 那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不会引发什么大的变动 就是一个小地区的 有人当时会生会议说 像2008年啊 这种银行倒闭啊 因为他这是大概第二次的这种 呃 2000亿的东西 我们个人看起来很大 他们财经专家认为 心安了啊 好,美国英尼安娜有一个 Webparasol University 我也不好的 他是个小大学 他最近呢 因为精力不足啊 然后他们就想 那个招生也不足 他们这个只有3000人左右 现在只有2600啊 而且他们是1850年 60年就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 呃 一个学校 真的很可惜啊 因为我也是小大学出身的 我们最近帮一些学生的辅导 也都是做一个私立小大学 他排名并不是很前啊 150 200 300啊 什么的 不过我相信任何从他学校毕业的 也一定有很多感情啊 他们就是第一个学生 他们就这些人呢 就一查 觉得校宿舍不好 实际上我的母校也 一样 哎呀 设施不好 学生这个住的不舒服 他们需要是单面玻璃啊 那个学生宿舍啊 没有空调什么的 他没有裁员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他们有一个museum 这个museum当初 呃 19 很早成立 有一个富人嘛 捐了钱 成立这个基金啊 他们就有一个小的博物馆 然后在195几年呢 有一个教授啊 他是很厉害 他眼光很独到 买了很多画啊 买了几个画 五六千块买的 现在都值五六百万啊 什么的 百万以上 他们就想到动这些画的眼睛啊 有三四幅画啊 这个值个三百 那个值一百 可以凑个 呃 大概八九百万来 帮忙这个 修缮宿舍 那当然就引起了一些风波嘛 第一位那位 那位教授还健在九十多岁啊 那个之前那个捐钱的 当时那个家族很早以前 这个教授他还健在 他因为那个博物馆用他名字叫 Brow 他说他贾通捐了之后 他就把这个 这个 管啊 改名 他不要用他名字 他觉得很丢脸 然后里面 呃 教授学生呢 大部分都是 说不要卖了 而且呢 外面一些文化的啊 这个 art的收线都会 要管制 因为在美国也偶尔会有了 有几个大学 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有几个大学 他就讲一些详细经历啊 只是我在想啊 真的七八百万 真的以 以整体来讲 一个人一捐就好了吗 那么多有钱人啊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当然他 讲他们学校没有 结束的校友 有那么多钱 所以 他们学校有个 也是好几亿啊 这个也有钱 所以 我不让他当初这个决定怎么样 不过就是 真的是当初捐这个话 或买话的人啊 情何以堪 呃 美国的军事院校啊 有人调查 百分之二十 这些女性啊 我想男的也有 有性骚扰 我相信包括男女了 我只写成女性 当然这个性骚扰 这定义是很广的嘛 你真的是 怎么样 或者是语言上各种各样 不过看起来触目惊心 我们很多朋友都是 亲戚小孩 都鼓励他们去上军校 我觉得实际上在美国 假如我们亚裔要上啊 你要有一个前瞻 就是将来他要从政啊 或是怎么样子的 你不从政就是一个经历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 这个 这么大的牺牲 当然他是因为我们 我是军人出身了 他们那些朋友也都是 有这种 为国爱国的这种志向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 呃 我们看事情啊 真的是不能看以前 现在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 前教师啊 他贿赂 哦 不是 对不起啊 我把这两个混 混了 有一个 那个律师 我以前报道过啊 因为他跟一个什么 高端法官一个女的 还有一些关系 还帮他买房子 最近调查出来的 他贿赂这个司法 调查人员百万啊 我不要这详情啊 我一看到 当然也就 呃 觉得呃 哎呀 这个高层的这种事情啊 真的陈述不穷 那我们民主社会 有这种调查 可是实际上你说调查 很普遍吗 很怎么样吗 也是 很难讲啊 他现在是诉导众人推药 以前都没有名望 他是专门帮人家 打赔赏官司的 赔了成上千万啊 什么 他就自己用啊 什么的啊 这样子有个律师 以前很有名 大概也七八十岁了 八十岁左右的一个人 然后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是一个 现在是女大法官 那个女大法官 当当推清这些东西 啊 我们的加州的高铁啊 这个只有呢 本来是要到 南北贯穿 就后来只盖到中 中部啊 从旧金山那边 连那一小段啊 现在的造价都猛升 要两百亿啊 我不要当初多少亿 反正看起来都是很可怕 这个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民主社会的一个疾病啊 这些东西 这么花钱 然后民众 呃 没有办法享受到很现代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加州的高铁 我我记得前几天看说 洛杉矶 到达水卡斯高铁啊 要开营啊 这个假如是有营业 有什么到那堵城 应该是学里赚钱啊 我们这么多人喜欢到堵城去 只是让飞机啦 巴士啊 就就不方便 就不会太赚钱啊 同样一个事情 所以很多利益的纠葛 呃 有一个加州 这个风暴嘛 很多雪 最近也今天 昨天今天也下了一节雪 这个雨啊 可是在山上就积雪嘛 有人就未雨绸缪啦 说这些假如融化了啊 很多产生的 呃 灾害都要注意啊 我相信假如你是从政的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 要想的问题 啊 这才是我刚刚讲的啊 就是加州有一个模范教师 啊 女教师 呃 还很年轻啊 30岁 看起来而且是亚姨的 姓马啊 他被以前那个学生控告 啊 跟他有这个关系 听说 弄了14项的一个罪名啊 你看他全全州的模范教师 现在落到这个 不过呢 这个并不是在学 可能不是在学校发生 这个那个学生 这个毕业啊 那个讲了一点 美国12 他是教小学的 那毕业12 13岁 看起来就像大人一样 你怎么讲啊 所以我希望他没有事啊 不过真的是很讽刺 那我最近看奥斯卡的 加紧看啊 油管上很容易看 我看一部电影啊 叫他 他是那个女主角 而且这个女主角 最近在英国的影展啊 击败的杨子琼 拿了最下女主角 我实际上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我一看 哎呦 演那个女主角啊 那个功夫真是不得了 真的是非常难度 非常高的一个女主角啊 那里面就是讲的 因为他是女同性恋 有这种 因为这个性侵啊 他是一个那么名望的啊 一下跌到谷底啊 最后跑到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去 教教他这个指挥嘛 很有意思的电影啊 那明天奥斯卡就举行了 我还有三四部没看 不过网路上可以花五六块就可以 我想我大概都会 等一下今天明天好好的把它稍微看一下 可能感想就没办法 不过来大热门的杨子琼啊 有专门介绍他 呃 尤其他演那个大妈 呃 这种移民的身份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会了 虽然那位 那个班尼克 就是他的那个女主角 他这个难度很高啊 真的他里面指挥各种 我都不知道他弹钢琴 音乐素养有这么高吗 能演一个女指挥家 那不管怎么 杨子琼这是里面呢 他演一个这个移民的中年大妈 那个真的对我们移民的 非常受用啊 我觉得呃 可能会得到青睐了 然后还介绍他 重演四十年啊 这个演技锻炼的如此 所以大家都明天再看 看到明星呢 看到一位 以前我们很惊讶 Star Trek 里面那位船长 Captain Cook 呃 Cook吧 他叫 他的原名叫Shatner 他以前后来还演 呃 Cook 什么Cook 他演一个那个警察的 他叫什么T.J.Hook 大概三十年前 跟一个女人很漂亮 他们很性感的 呃 抓抓这个坏人的 他现在九十一岁啊 他做这个声明 特别报道他 他现在是 就是准备死亡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卡特也是啊 他要 等在里面就 就 你不要什么参加什么活动 主要是他一个好朋友 兄弟 有一个演员过世 他就没有参加 葬礼啊 当然呢 我觉得年纪大 不参加葬礼是可原谅的 就是 葬礼这种东西是 负能量的 讲那一点的 虽然这个人你 呃 你很尊敬各种 一定要参加 不过他就没有去 那么好的朋友 可是他就讲说 我现在人生已经到的 尽头了 我平静的面对这个死亡啊 所以这位 以前是动作片明星啊 好 讲一些外呃 国际的啊 沙迪阿拉伯跟伊朗啊 居然建交 呃 在复交了 是中国斡选的 呃 很多黑中国的啊 什么的 你看他在世界和平 当决定有贡献吗 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话 叶门的内战可能就 会 比较没那么严重 越南 叶门的内战决定不会比乌克兰差啊 那种惨烈那种怎么样子的 那大家都是 呃 以这个乌克兰为准啊 你自己去判断啊 那以色列的很多人就批评 他们的内藏雅胡啊 因为他最近在内斗很多啊 跟巴勒斯坦斗争啊 要极端派民族主义啊 囤肯去啊 因为这个对以色列是很不好的消息啊 伊朗对以色列是非常恶劣 不过我认为很多都是外交辞令啊 他就是外交他们真的怎么做是他们的一个 呃 可是他们就显然的很疏忽啊 呃 美国一个人员部长啊 这个赞美中国 他觉得应该向中国学习这个减碳的一些东西 这个 就是中国有很多优点啊 我们在美国碰到很多这些朋友啊 只要是一讲中国好啊 就把我们当成什么样子啊 就是有一句常用的话 你回大陆住 你看看这些都是很可笑的事情啊 这个都是都是博士硕士的人都会这样子讲 那还有呢 我们稍微说美国不好啊 就气得不是我我跟大家讲啊 我们美国美宜华人啊 要关注是美国事务啊 你多接美国的舱巴 然后让美国的司法改进 这才是对的啊 那别的地方 你每天说大陆大陆黑暗面当然多嘛 俄国也多 世界上这么多台湾 你说有没有 那有些当时我们朋友是住在那边 他们当然很关注 那我们住在外国的 而且我外国看的消息更多嘛 有很多反对都可以大明大放 那你每天就传这些真的是没有意思 你传传美国怎么样 那他们当然是那种传统的爱国形式 爱一个国家不准说他说他坏啊 这是很可笑的啊 好 另外一个美国的播 他有有个报纸上就揭露 美国第四权还是很厉害 虽然有他的边 他就说美国政府长期的忽略 墨西哥制造安非他命运到美国 美国很多人吃了这些死掉 他就忽略 因为最近有一个一个司法部副部长 还有一个官员啊 就讲啊 他说提议美国要军事干预 派军队到墨西哥去 墨西哥是总统啊 司法部长就是语认大华啊 怎么你用 知道你说你跟他协调 用怎么样子啊 支援 而不是说我就直接干预啊 所以这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政治技巧啊 所以就是我们看 我觉得这个就像美国的枪啊药啊 这些东西真的是要大家常常去问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这么无人啊 美国国会还不错 全票通过要把新冠的处理新冠的所有文件都解密啊 这是难得的民主共和党一写 这样子才透明嘛 这个大家就讲说 因为有些人指着中国那边 指着美国什么哪个保这个制造啊 这也是就是极端的你把放在一边嘛 你说中国的说美国的这些都是一个自然灾害 你一个政府妖魔道说他能制造出来让你要得 那那你真的日子不要过了 我觉得这样子啊 那这个是蛮好的啊 因为前阵子他们公听会也是互相吵架嘛 Forsy跟以前那个Red 这个人说这个都互相推诿 文件公开啊 这是新说90天就可以啊 好 这个泽连斯基啊 他还是最近声量比较少 不过他又发言啊 说因为挪威最近通过一个70亿的军援 我看到军队啊 我就有点反感啊 我觉得他就这样说他们 然后他就忽略大家还是要制裁俄罗斯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怎么样制裁俄罗斯啊 就说很多透过第三国 你这个四十几个国家 二十几个国家没有什么用啊 虽然这些二十四五十个都是世界最富的国家 然后对着俄国这样的一阵狂追猛打啊 好 那个瓦格拉最近呢 在俄国四十几个城市要征兵啊 他说这个这个八成的那个损失很惨重 当然呢 这个欧美一定就讲这个俄军都得到了挫败 这个这个就是等着看啊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样子的啊 因为因为这个我想战斗都是很激烈死的人啊 可是这样我刚讲了 你到叶门去看死了多少人啊 这你怎么这样子的 普丁呢 他可能参加印度的这个峰会啊 G20 德国的高铁啦 继续使用华为设备 很多我看到报道啊 就是德国也考虑啊 不用华为的设备啦 各种小道消息 结果居然有这一条 他高铁 他说没有问题 讲那一点啊 所有的这些手机这些什么 都有这种嫌疑啊 问题是你整个矛头只对着这个中共的华为啊 或怎么样子的一 像第三世界基本上都是用他嘛 啊 那个德国 他是一个在里面还使用 可是呢 美国欧美的压力很重 所以他也说 呃 可能停用 结果又看见一个新闻说 高铁还是继续使用 那中国的两会慢慢闭幕了啊 他们这是个大 这个 大家都说要相比逐中 不管怎么样 他也任命了李强 作为新的总理啊 真的很有意思 前面叫李克强 先叫李强 李强在上海啊 说他这个 这个隔离啊 三个月 大家都吃足了苦头啊 可是又有报道说 他很开明啊 他以前在温州做什么市委 很接地气的一位总理啊 因为以前的几个都并不是在群众里面 他是在真正接触这些贸易啊 小的 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是有所注意啊 我觉得我们当希望中国的这方面好 那就是说中国政治上啊 也希望他能够不要那么严峻 就是对中国的期望 好 就这样子 再聊 拜拜 拜拜